如果YouTube选单这部分该怎么说 首先大概有几个重点 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我这边有个清单 如果我现在的任务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里面的每一个标题 跟里面的影片的ID 特别是ID而已 那你可能要做一些剪贴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当然这个名称 要把它抓下来 第二个点击它之后的话 我只要哪个部分 我只要它的ID ID的话它的规则 我刚刚讲过就在这里 那变成你要把它复制 那贴复制贴的 不过以后我们要改版 就改成网路爬虫 那爬的话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手动 变成说你要自己利用那个 Python的程式帮我抓下来 那我们大概会分成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用Python爬 第二阶段再跟Jungle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 产生一个所谓的动态的表 动态的一个表单 那以后的话就是 你可以你要几个 几个类似像这样的下拉清单 你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你程式自己去产生 比如说我们这个 另外可以结合什么 结合我们这边的像论坛里面 假设有几个清单就自己抓 自动做再多一层的下拉清单 那会更好 OK 如果有这样的功能的话 以后要做什么 线上教学 就会非常的简单 以后的话 因为现在人真的说真的 你就要坐在教室里面上课 其实慢慢大家都越来越不喜欢 反而喜欢怎么直接干净 我把影片 如果老师都录好了 你就直接自己看就好了吗 我也当然也希望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你们方便我也方便 可是问题现在 这要怎么把系统做出来 所以以后如果你可以做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系统的话 那对于未来学习会非常有帮助 那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因为像我上课录影的话 这件事也做了 应该从YouTube2006年开始 我就开始做了 2006年以前我也开始录影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YouTube OK 所以其实也做了十几年的这个时间的 那影片的话基本上 也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把这个清单 第一个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把ID也抓下来 第三个刚好同学问到说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把影片 放在某一个网页里面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可能YouTube这个功能 里面有个分享 分享里面的话 主要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一个迁入这边 他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iFriend 那个iFriend的那个宽度 Wiz它是这个宽 那宽度你可以直接来调整 那高度的话你也可以调整 主要其实最大的关键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改变 其他地方应该都不用改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会希望的 如果我今天点选了某一个之后 按送出 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一个ID送给我 然后并且把那个影片给打开来 大概就这样流程 不过第一阶段我们是用静态的 第二阶段才是用动态的 就是网路爬通结合进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大概看一下怎么做 这个 这个范例首先第一个的话一样 因为我会需要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一样就是在那个我们的网址 上面127.0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会需要有一个这个YouTube的phone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一样就是把那个我们的 网址部分呢输入上去 然后呢 再来后面的话加一个YouTube 切一下 切一下YouTube的那个phone 不过有时候这个斜线你不打 像他有时候会出错 就打一下 OK 然后进到里面来 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做一个这一个 然后按送出我选其中一个 他会把ID送给哪一个呢 送给这一个YouTube的URL 并且传递给一个方言叫YouTube 然后并且传给他一个什么 传给他一个list 他的list里面 我给他的那个就是ID是什么 他就帮我秀这个 其实按右键你把原始码看一下 这边其实就这一串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在那个迁入里面找 那其实只要只有把这个地方ID换掉 那做法一 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要产生什么 产生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HTML Templates 样板 所以一 我要先在我的那个什么 Templates Templates里面产生一个YouTube 那YouTube里面的话 基本上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 我就预先怎么样 放了一个phone OK 所以这边就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我现在秀的这个东西 我把它放旁边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也就是他里面的结构 有没有 请选择影片在这里 然后一个P段落 OK 底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 在HTML里面 它是一个Select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Select Select里面的好几个选项是Option Option Value 那这个可能就要贴 贴 你变成你要贴过来 里面的标题 你变成要贴了 这个是手动的方法 大家有点麻烦 未来如果说每个都用贴的话 这太浪费时间了 不过真的刚开始很多公司 没有办法 他没有 会写这个程式的 他只能用在 那些每天都要贴 那太麻烦了吧 所以以后如果会用网路爬虫 我们那又爬过来 把这些东西 放在这边 让它自动产生 如果它自动产生 你要付出一点代价 然后最后的话送出 所以送出的话有个Summit 然后上面的Value 其实你不加也没关系 其实就主要是Summit 然后按送出 那问题是我接下来 会需要有一个Action Action的话就是一个YouTube 所以接下来我要怎么 必须要有一个YouTube去接它 那怎么接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按一下送出之后 它要切到另外一个YouTube 那这个YouTube的话 第一个 我的UIL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我要能够 按一下送出 它要必须UIL 必须有那个YouTube去接 所以UIL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UIL这个地方 接下来UIL切过来 那首先的话 我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YouTube 特别注意 后面的话 要带一个YouTube的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 将来你要加在上面 否则的话它会找不到 OK 那这个YouTube的Function在哪里 在Views里面 所以你在Views里面的话 再加一个YouTube 那这个YouTube任务是什么 GET 他带过来的这个List 所以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带过来的这个东西 那你一定要在这边出现什么 一个问号 有没有问号List 所以这个东西 后面主要我是取得等号 后面的东西 一直到end 因为我这边有个送出 end前面就这个 然后把这个东西丢过来的意思 但是我要能够怎么样 能够将来把它传给我List 串到哪里呢 串到这个一整串里面的话 那特别注意 我就必须要把那个什么呢 刚刚这个地方有一个分 我刚刚那个分享 这个分享里面的那个迁入 这一串你当然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我这边是加一个S的字串 然后你可以把这一串把它贴上去 或者是当然你也可以再产生一个网页 不过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但贴上的时候特别注意 他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也有什么 也有双引号 所以你如果贴上去之后的话 有双引号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用 像我的习惯是 因为里面有那个双引号 然后会造成就是说 这个Python 程式他辨识的时候 会不知道说你这个双引号 到底是自创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自创外面的双引号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让他变成推一字元 让他知道这个是里面的字元 那可是问题里面双引号太多 像我有一个技巧 怎么样呢 以前是从头自己慢慢加的 一个两个慢慢加 可是我慢慢发现这很容易有bug 为什么 因为常常会漏掉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取代 然后这个变成反斜线双引号 然后把它取代一下 再把这一串贴回去 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而且这一招保证正确 像我刚开始以前 我傻傻一直慢慢改 改完之后发现还是常常出错 后来我发现这一招好处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双引号 因为有着网页一堆 不可能很单纯 你就用这一招 再把它贴到我们的城市这一串里面去的话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加一个S 然后把刚刚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的话 会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变动 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串 当然每次都会不一样 他会跟着什么不一样 跟着这个列号 所以我就把这个列号 把它串在里面 所以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加加两个 再把这个列号打上去 这样子就大公告 他就进来他就换一个影片 进来就换一个影片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 类似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下一个按送出 他就换一个 然后如果我要看另外一个 这样送出他又换一个了 没有 每次都会有切换的效果 那主要就是根据这边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针对这个地方 把那个缝的部分把它完成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关键地方 其实只是把那个前路里面那一个 就是影片的ID把它做置换而已 但是目前的话 因为还是所谓的非动态的 就是不是做网络爬虫 所以刚刚那个网页 其实云端上我也有放 所以如果假设 你这样贴贴贴 怕贴错的话 请各位可以先怎么样 先从那个网页 从云端上面找到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